大家好,我是大崔,给大家来区别一下自己找工人做半包或者说做全包的一个区别 首先说一下半包能不能比全包省钱,不能 半包呢,只会你的区别就是你能够,别人能够帮你找到更合适的工人 帮你来协调整个装修的一个流程,仅此而已 你的省钱呢,全包相对会更省钱 因为你如果说你预算比较准的话,就是你就十万块钱 你超一点你就接受不了的话,全包能够做到,但是半包一定做不到 因为你后期选的东西一定是越来越好,一定会超预算 然后呢,真的想省钱,就自己找工人 那有人说了,我自己找工人,但是这些材料不一定能省 我给你一个方法啊,你跟工人借一套他穿的啊 满是油漆,满是水泥的衣服,你到哪去买材料,他也贵不了 自己弄费心一点,但是确实能省钱 半包与全包的一个区别,其实就是说 做半包,他呢,就是能够帮你选更多的工人 能够帮你来监督整个事物固定 然后呢,半包的选择性会更多 就是你比如说啊,任何一家装饰公司 就拿瓷砖一个项目来讲 他不可能涵盖市场所有品牌的瓷砖,所有品类 他肯定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你半包就不一样了 半包的话,你的瓷砖随便自己选 你想这个品牌,三十五十七十八十都可以选 但是全包一定是有一个价格区间 一定是有一些品牌的限制 所以说你要是特别个性啊,你想做一个相对个性 或者说啊,你的品位比较高 你就不要选择全包啊,半包适合你 那些主才你自己去选,高的低的你自己去选 这样子会更合适 那么哪些人会更适合于全包呢 第一,确实没有时间啊 没时间弄,是吧 你根本就不用提你省不省钱 再省钱你没时间你怎么办 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建立你有时间来去 你自己去操作才能省钱 那么你没时间你肯定要做全包 第二个呢就是你想绝对性的省心 就是别人都能够帮我啊,选好 这个我也相对来说自己来说 左左摇右晃的那种犹豫的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就适合全包 人家有可以专门的帮你选好搭配啊 这样呢你就相对更省心的一点 想省钱,这个就自己装啊 想省心做全包,想选择性多 然后呢,性价比稍微高一点就做半包啊 这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这几个区别 听懂了吗,我是阿崔 观众长兄们也谢谢